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少有人在Windows系列上用命令操作程序 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命令进行一些操作 它可以设置一些图形画面设置不了的命令 也可以快速的让Windows运行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些我们可能会经常用到的命令 在Windows上有两种命令行 我们按住1R输入CMD 就会见到之前经常用到的命令行 这个黑窗口 还有一种就是PowerShell 支持一部分Link的命令 这样我们就快速的打开了命令行 平时大家在使用Windows的时候 经常可能会在目录中进行切换 然后我们再切换到VirtualBose 这个IllS 这个IllS是不被识别的 而在PowerShell里它就可以识别 就是因为这个是Links的命令 就是因为这个是Links的命令 PowerShell才能识别 PowerShell是支持Windows和Links系统的 常用的命令 常用的命令 下面我们把这个黑窗口关掉 清一下屏 就可以用到CRS VIR LS都是可以用的 我们清屏也可以用Clear 大家使用Windows的时候 经常会进行数据的传输 也许你会用到一些程序 像QQ微信或者U版进行数据传输 如果你用SCP 也是更加快捷和方便的 我们首先输入SSH 去进入到我的成果系统 输入密码 现在就在Windows系列 快速的进入了我的MacOS系统 现在就已经进入了MacOS系统 我们LS 这时候就查看到了MacOS系统 当前文件 加里边的文件 然后我们再打开一个PowerShell Kids 返CB 运环 这样就进入了运环 我们LS 查看当前 进入的文件 下面我们就将其中的一个程序文件 移动到复制到我的MacOS系统上 SCP 这杠R是必规 ZEK.E SE DA1 DA1 Frage S192.168.1.10 就复制到它的左面上看一下 我们输入密码 这样这个Windows里边的这个应用程序就快速的移动到了我的MacOS系统上 下面我们查看一下 这换到MacOS的多面 Ls 这样我们就查看到了这个被复制过来的应用程序 我们关着它 是不是比你找U盘和使用QQ或者微信 传播的速度要安全要快 另外 另外大家 可能还会用到一些其他的 面 像 大家使用 程序 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卡段需要 关掉这个程序 关不掉的时候就需要调取任务管理器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 输入 Task MJR 快速的调取任务管理器 然后将这个程序结束任务 或者查看你本机的一些性能 CPU内存 也是很快捷的 或者在平常的生活中 大家需要用到计算器 也可以快速的输入CARC 计算器的缩写 这样就能快速的调取系统的计算机 进行一些计算 方便快捷 在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 别的计算机 需要获取Windows系列的IP地址 大家 就可以在 面临行里面 输入 以IP config 查看 方便系统的 IP地址 这些 然后 告诉 另外的系统 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我们需要快速的 进入 到 电脑 稳定 加 我们也可以输入 ES flow 2 这样就快速的打开了此电脑 或者我们需要进入到C盘 直接输入 斜杠 就快速到了你计算机的C盘 我们如果要打开账户 输入两个点 就进入了当前文件的用户目录 Joder了 如果我们要进入当前账户文件夹的配置文件夹 我们就可以输入三个点 进入当前使用用户的配置文件夹 那这些 就 比你要 手动的去找要快很多 大家在windows系列进行全屏截图的时候 如果按下 plane SCG 截屏 是保存不了 你的图片的 大家还需要输入 ms pint 要取这个画布 然后进行 Ctrl V 粘贴 之后 还可以 保存 保存到你的指定的目录 或者大家 在平时这时候做记录 需要使用的 需要使用的 像 记事本 我们平时可能会 鼠标右键 新键 然后再选择文本文档 如果你用命令会更快一点 直接输入 直接输入 Node CAD 这样就可以将记事本直接调取出来 输入你需要的文册 Ctrl S 然后保存到你指定的目录 然后保存到你指定的目录 这些也都是很方便很快捷 大家如果说自己记不住 你平时经常用肯定会记得住 其他的如果大家在使用中需要清理词盘 也可以输入 Clean MJ2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调取词盘清理 选择你需要清理的词盘 点确定 或者是大家需要快速的打开设备管理器 直接输入 DV MJ MT MSC 这样就快速的打开了设备管理器 显示出所有设备 而不用像你这样 去一个就个找 或者大家可能会想把这里 全部固定的任务栏上 因为我平时很少这样做 大家如果一些程序出现错误 需要修改你的注册表 就输入REC Edit 这样就快速的调取了注册表编制器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找 修改注册表 如果感觉 屏幕 或者是 一些 程序 比较小 我们也可以 输入放大镜 像 M A Magic 05 爱主调取放大镜 特效 都是比较方便 或者大家需要修改一些其他的配置 调取控制面板 入入放大镜 这些单词大家平时都经常用到的 很容易进 修改你的系统和安全 或者卸载程序 是不是也比较快捷 最后 再给大家介绍 一个 面领 大家在进行上传下载 网页 的资料的时候 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像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或者更长 大家需要休息 但是 又想关掉电脑 就需要去设置 定时任务器 这时候 大家可以输入 SAT - -S-T 假如两个小时 就输入 7200 这样就 设置了任务 设置了任务 定时器 120分钟后关闭 如果大家想要取消 可以输入 SAT 这样任务就被取消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让你的计算机运行的更快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 就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精彩内容 不容错过 谢谢 谢谢 今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